与你分享新的历史故事 带你领会不一样的观察角度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狼 1905年8月 当时还是大清统治的最后几年 一心为革命奔走的孙中山先生 不惜万里迢迢坐轮船前往法国 为革命事业筹措经费 在漫长寂寞的海上旅途中 这日正在平栏远眺的孙中山 远远看见一个清政府官员模样的年轻人 向他多次遥遥注目 因为干的是反清造反之事 所以对于疑似清朝官员的人物 孙中山自然是注意必知 可是这天早晨 在四目相对的轮船栏杆处 那人微微有些跛脚地朝他步步紧逼而来 预料到再也躲不过去了 孙中山也只得朝他微微一笑 一面早迈开步子 做事要走 没想到那人走到他身边 靖单刀指入毫无避讳般直接问道 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呼 文明久矣 于一身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 孙中山听罢 当下便吃一大惊 没想到对方不但对自己的情况撂若执掌 还大胆表露志同道合之意 一向行事谨慎的他 见对方如此坦诚 一时愣在原地 竟不知如何作答 见孙中山一脸惊疑 欲言又止 那人又言道 于在法经商 君如有所需 请随时电告 于当权力以应 初次见面便要仗一书才 全无猜忌 对方的这一番话 更让孙中山甚感困惑奇怪 只好善善地以一番客套之语应知 临别之时 那人不但告知了孙中山自己的详细地址 还和他约定 需要汇钱款时 要以A B C D 亦分别代表1 A 3 4 5万元 这番急语怪语说完之后 那人便与孙中山拱手作别 独留孙中山在栏杆旁 面对驻浩浩海浪 在风中凌乱 这次复法轮传奇遇后 孙中山当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后来有一次开展革命行动时 又缺钱了 且短时间内愁措无门 于是 抱住试一试的心理 孙中山让黄兴按照那人给的地址 发去一封电报 电报内容只有一个C字 没想到 一番操作之后 他们竟很快收到来自美国纽约 一笔三万元的汇款 这一笔意外的汇款 在给孙中山带来巨大惊喜之余 也让他对这个海上偶遇的其人 产生了莫大兴趣 于是暗中派人细细打听起来 原来这20多岁的年轻人名患张静江 是浙江南巡富家子弟 这张家是江南私商富家 家大业大 经济实力雄厚 在南巡当地 俗艳中流传很广的四项八牛 张家名列四项之首 出身商骨之家的张静江 年纪轻轻便在法国巴黎闯荡 他在法国专职经营古玩瓷器 兼银丝茶绸缎 自然是年年赚个盆满钵满 此外 他还担任清政府的一等参赞之职 也就是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 常年在国外生活 张静江接触了很多进步先进思想 对日薄熙山的亲王朝 早已失望透顶 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却佩服敬重有加 这才有了和孙中山的船上偶遇 仗义输财 如今且说自有了张静江的这一笔革命赞助费 后来革命党人又有数度经费紧张之时 张静江都是二话不说 慷慨相赠 除了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 张静江还积极向革命党人的组织靠近 1905年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第二年三月 张静江便在新加坡加入了同盟会 中国民国成立后 张静江和好几个国内商业巨头都是民国政府的重要金主 投桃报李 孙中山先生也对张静江为以重任 还称赞他为革命圣人 并守书担心峡谷四字相赠 1914年 张静江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 在国民党一大 二大会议上 张静江先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及中央检察委员 直至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话说同盟会里有一个号称暗杀大王的陈其美 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民生在外 在与张静江结拜之前 陈其美还有一个结拜兄弟 这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蒋介石 1916年5月 陈其美被军阀张宗昌部下暗杀后 迫于当时袁世凯的权势 无人敢为其收尸 蒋介石闻讯后 孤身一人驾车前往为陈其美收尸 这一撞举很快被传为佳话 所以 1920年张静江在上海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时候 身为股东之一的蒋介石身无分文 4000元股金都是张静江为他代交的 彼时的张静江认准了蒋介石为人重义气 日后必成大气 1922年 陈九明炮轰总统府 又是张静江力推蒋介石 一路安全护送孙中山撤退至中山舰 侍奉孙中山40余日 让孙中山对蒋介石从此刮目相待 1924年 又是在张静江的吉利推荐下 蒋介石出任黄浦军校校长 这数年间 张静江不但对蒋介石在政治经济上 无条件给予权力支持与最大帮助 甚至在蒋介石的个人婚姻生活上也是奔走辛劳 关怀备至 简直比亲生父母都要热心上心十倍 有一天蒋介石和戴季陶来拜访张静江 那日陈介如也在张家 蒋介石出见陈介如 便惊为天人 一再请求朱一鸣为他收美 可是 15岁的陈介如只想读书 不想嫁人 1921年9月 陈介如父亲去世 蒋介石获悉后进一准女婿的身份 身穿校服前来吊宴 直接惊呆了一众吊客 可是 当得知蒋介石在家中 有一发妻毛夫门一子蒋经国 还有一个小妾姚依诚 陈家说什么也不答应这门亲事 最后 为了让蒋介石抱的美人归 张静江亲自出马 劝陈母道 蒋介石这发妻早已归依佛门 小妾居住苏州 且与蒋介石有离异协议书 最后又对蒋介石大家赞美 说此人是对中国革命有重要作用之人 日后必成大器 面对张静江的苦口婆心 因因情义 陈家母女最终为委屈屈 答应了这门亲事 1921年12月5日 在上海大东旅馆 蒋介石和陈介如成婚 张静江为证婚人 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因病去世 自此之后 蒋介石逐渐大权独揽 1927年 为了拉拢宋子文 确保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金融盘子不出问题 蒋介石选择取宋美龄为妻 而孤身一人的陈介如则被安排前往美国 临行时 蒋介石答应他 等五年后他从美国归来 他们就恢复夫妻关系 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 1927年 蒋介石发动412政变 逐渐看清蒋介石对权力的贪婪欲望和独裁统治的丑陋嘴脸后 张静江开始和蒋介石渐行渐远 一生敬崇孙中山的张静江 在政治失忆中 又开始充实孙中山失业就过疑讯 自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 他开始以极大热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地方经济建设中 在主持全国建设委员会工作的十年间 张静江组织修建杭州制绍兴的公路 成为浙江省当时唯一盈利的公路 他陆续组织办起的南京发电厂 杭州电厂 长青煤矿 淮南煤矿 江南汽车公司 江南铁路 淮南铁路等等经济实体 为民国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是 当蒋送联姻成为事实 当蒋介石语意丰满 当张静江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他的一腔报国热忱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自此之后 逐渐被架空权力的张静江 开始黯然远离民国政治经济舞台 面对高高在上作为作福不可一世的蒋介石 他常叹一声道 我一生被人利用 今后将不再给人利用了 像蒋介石这种人 只可以共患难 不可共安乐 他只知为己 不知为人 而且毫无信义 又预言道 国民政府必亡 不知此时 已完全认清蒋介石本来面目的张静江 是否后悔当初执意劝说陈杰如嫁给蒋介石 误了陈杰如一生幸福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万念俱灰的张静江 先是避居汉口 后经香港辗转前往美国纽约 在这个他与法器摇会 共同生活许多年的美国城市 张静江开始潜心研究佛学 并给自己取法号卧禅 在吃斋念佛中度过了 自己击风苦雨的人生最后十年 1950年9月3日 74岁的张静江在美国纽约去世 此时 早已败退台湾的蒋介石 竟在台北为张静江特赦灵堂 亲书痛失导师晚辞 必带黑纱亲自祭奠 在无限追思痛悔中 蒋介石一定感慨万千 那个把自己全力推向 全力巅峰的生命中的贵人 后来被他气如碧喜 谁知世世白云苍狗 有一天他兵败如山倒 再次记起张静江所有的好 只是贵人早已嫁贺西去 这时间 再多荣华富贵 无边全力荣耀 都敌不过生命轮回里的 城住坏空 黯然收场 于南巡据负章竟将如是 于蒋介石又何尝不如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了解更多历史相关小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